还在为挑选父亲节的礼物而烦恼? 来Greenfield Golf,我们丰富的经验将为您挑选到合适的高尔布球杆作为节日礼物。 我们代理各种亚洲人喜爱的品牌,如S-Yard,TaylorMade,Williams,Ping,Yamaha,Mizuno,Yonex,TitleList,Colorway。 我们就在7780号Wubai Avenue,Markham,Ontario,电话905-946-1730。 早晨,各位早晨,万锦市市民要留意了,因为我们由何议员再次上来WOW!TV和我们谈谈万锦市的社区消息和近期的活动。早晨,何议员,早晨 早晨,你好 那我们又见面了,其实万锦市也有很多活动,包括议员,都很忙碌的,经常要开会。 最近有什么大型的会议? 是的,其实最近,你知道整个加拿大的所有市员都去了Hilifax开会? 是的,其实去过了整个星期的,那个叫FCM,Federation of Canadian Municipality。 你一听的名字就知道,其实它就是联邦和市之间的桥梁的一个会议。 其实已经七十多年了,第七十四届,其实过去就是透过这个会议,市的事务是透过这个渠道向联邦反映。 让联邦,例如有些基建项目拨款,令联邦知道我们每个市的需要。 这个这么大型的会议在Hilifax进行。 其实不是单单一天的,是开几天的会议。 是整个星期的。 首先一件事,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原来加拿大总共有1950个城市。 当然,有些城市就很大,有些城市就很小,因为那个地方大。 另外,每个市会,譬如我们有13个人, 但是有些市会,譬如人口少一点。 小一点也少一点。 也有三、四个以上。 平均起来,大约是四、五个。 你乘一乘,发觉有超过八千个市员。 超过八千个市员,齐集在Hilifax。 这次就去了三千个。 三千个。 接近一半的人就去了。 在这个会议里面,其实主办单位做了很多事情。 他搞了很多workshop。 最主要就是说,譬如对一个城市的事务, 有些什么我们是负责的呢? 还有,有些什么联邦政府可以帮忙的呢? 或者我试试有什么。 好,当中其实是整个会议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议题。 有很多不同的对城市的桥梁的议题。 这个就是那些照片,是吗? 是的。 当中这个就是FCM。 是的。 我们交给Alan去说。 是的,FCM就是我刚才说的 Federation of Canadian Municipality。 就是联邦和市之间的桥梁。 其实它中间那里说的议题, 最主要就是说,譬如市区, 我们要不停地种树, 因为你也知道, 加拿大是一个很环保的国家。 是的,又要建房子, 所以要多建树。 是的,交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大多数人口那么多, 交通网一定要很发达。 开始密集。 是的,你知道交通网室 其实一直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也牵涉到, 譬如是倒垃圾。 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这次多了人去探讨的。 就是我们讲这个核电。 因为大家都知道, 日本又发生了这件事。 是的, 又有些核能的伏射洩漏。 所以我们很有兴趣去探讨一下, 究竟是否安全。 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是相当于安全的。 就是如果做足措施。 为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说, 全世界超过有四百多个核电, 即是那些发电厂。 其实在加拿大大大约有十个八个。 即是安闪也有四个。 你知不知道那些核能发电的废料呢? 其实用完之后, 在这个图上你看到, 绿色的地方是地面。 用完之后, 它就要藏在地底上。 是超过五百个米。 五百个米即是超过一千五百尺。 还有一件事, 他们要找一个地方, 就是去到岩石层那里藏下去。 即是沙泥层都不够。 是的, 会说, 其实做好措施是很安全的, 而且又很便宜, 又很环保。 因此我们看过这个展览, 基本上是不用怕的。 所以每个人都担心这件事。 尤其是加拿大, 暂时没有以为, 是触碰。 而且非常安全, 在岩石层藏在里面。 是的, 藏着那些核能废料。 所以非常安全, 不会容易洩漏出来。 整个会议都谈关于很贴切市民的事件。 包括收桥堡路, 包括废物, 垃圾, 交通, 之后, 我们的万感市都开始有些交通, 道路方面都开始有些事情进行。 是的, 其实除了这些之外, 开完会回来, 要忙回万感市的活动。 是的, 近期有什么活动呢? 你说得对, 其实万感市这几个星期, 是相当热闹的。 首先一件事, 就是那个印度电影节, 你知道透过安省的旅游及文化厅长, 陈国志把他带来安省, 而他很给予我们的万感市, 他选了万感市作为一个举办的地点。 因此今晚, 在我们万感市市会的外面的停车场上, 就会放五个螢光幕, 大银幕。 大银幕。 可以让市民免费去看电影, 当然是印度电影, 但是有英文字幕。 是的, 我们市长之前也看过一套相当好看的。 是很玻璃活的跳舞。 是的, 其实万感市也有很多印度人居住。 相当多的, 是的。 所以选万感市作为一个印度电影节, 非常适合的地方。 但是市民想看到印度电影, 很少看的。 想看到印度电影, 就可以去到市政厅那里, 外面有五个大型的电影。 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 是的, 可以拿着饭盒, 一边吃饭, 一边看都可以。 是吗? 这个是万感大的印度电影节。 对于印度裔的居民来说, 是一个大喜讯。 除了印度裔的居民, 其他居民都可以去欣赏。 说到亚洲方面, 亚裔, 包括我们中国人, 有些活动吗? 接着, 你知道未来星期五, 就开始《Taste of Asia》了吗? 你也知道《Taste of Asia》 每年都在Canaday和Steel那里, 我们甚至要封路。 封路。 今年也不例外, 我们会预期, 今年一定会很热闹。 很热闹。 因为你也知道, 这个是我们安省和万感市, 是一个最大型的户外活动。 在这个星期五,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二日, 就会举行。 就在Steel和Canaday, 在我们公司附近。 是的, 很方便的。 有歌手来到, 有艺艺园来到, 甚至有不同的美食都会出现。 是的。 包括我最爱的丑豆腐, 都应该会出现。 是的, 还有丑豆腐卖的。 这个是万感节, 这个是街头节。 是的,街头节, Taste of Asia。 趁着这个夏天, 有这么好的天气, 是最好一家大寿馬尽。 你会看到吗? 有, 因为我们星期六, 县任正式开幕的仪式。 开幕的仪式。 如果想目睹Aerlan和后景议员一面, 可以在礼拜六, 到这个万感的街头节。 即是今晚, 看好戏了。 是的。 是在印度电影节, 市政厅那里。 市政厅是什么位置呢? 就是在Wardon和Hiveway VII那里。 Wardon和Hive VII那里。 是很方便的。 今天很感謝何議員 來跟我們講這麼多的資訊 希望下次上來講更多的 其他的資訊帶給各位的事物 多謝Alan Thank you